說起這個週末 中華職棒最受到矚目球員 老尼狗的郭英文肯定洗禁了前三名 週六面對中信兄弟的本土王牌正凱文 他在二區下半挥去了安打 把個人連續安打場次推進到了31場 追平前被林逸增1997年創下的 中華職棒記錄 到時候1997年7月9號展開安打之旅 直到球界尾聲9月4號才劃下去點 連續31場安打的火燙手感 成為不少後備追尋目標 而週六的這場比賽 郭英文除了追平的倒帥林逸增 也達成個人職棒生涯第500支的安打 苦主同樣是郭英文 另外連續34場的上壘 則是個人生涯和本季的聯盟記錄 這麼多項數據加持 也讓迷你過週日挑戰記錄 更加受到期待 今年是郭英文在中華職棒第五個球季 從5月3號開始 每場比賽都有安打 6月16號面對一大新牛 更有單場五安的恐怖演出 從數字更能看出他的火燙手感 6月份平均打擊率高達了四成三九 而週日面對中進兄弟的古巴強盜康錘拉斯 郭英文要調整中華職棒的全新障礙 過去最接近的挑戰者 包括新農的羊角威納斯 以及一大的神拳林逸拳 其中神拳更在2009年 以及2012年兩度扣關 巧合是 他和威納斯都在調整 連續第29場失敗 無緣往林逸增的紀錄買進 但想要創下迷你郭障礙 得過古巴人這一關 面對這名經驗豐富的老江湖 郭英文有沒有好球可打 甚至有什麼攻擊策略 都是專家球迷關主焦點 我來地區陳慧與黃化軍綜合報導